大家好,我是艾莉,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使用视频的方式记录平时的生活 已经变成了我们现代越来越喜欢的一种方式 视频的拍摄和后期也比十几年前变得容易太多了 包括我上一期介绍过的富士XS十相机 机身防抖的技术如今已经做到了如此的小巧 甚至手机都可以轻而易举的拍出四开视频了 今年我也在视频的质量上下了功夫 无论从画质还是音质上都花费了不少心思 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我目前使用的Vlog设备组合 以及选择它们的理由 聊一聊便携性、画质、声音还有补光 当然也少不了挑选这些设备式的小技巧 Vlog的精髓就是随手记录 看见身边有意思的东西就拍下来 所以设备的便携性非常的重要 过于笨重的器材和太复杂的设置会错过精彩的瞬间 所以在考虑到这个因素的时候 我倾向于体积小拿起来就能拍的设备 视频的质量还不能太差 所以我就选了这么两台机器 一个是大疆的运动相机 购买它的理由是防水 有前置的屏幕 可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看到自己 关闭鱼眼的效果拍出来和普通广角镜头 看起来差不多 它的缺点是不能很近距离的对焦 我之前拍的有这么一个视频就没对上焦 后来我发现是因为我离镜头太近了造成的 大疆运动相机的最近对焦距离 大概是30厘米左右 太近了都不行 差不多得有这么远吧 所以我后来就又买了一台 大疆灵某口袋云相机 它的防抖效果要比运动相机好太多了 走着拍完全不会感觉抖得很厉害 对焦距离可以很近大概10厘米 弥补了运动相机的不足 镜头可以反转自拍起来非常的方便 但是它的缺点是镜头的焦段没有运动相机那么广 自拍的时候就显得我胳膊不够长了 所以我就给它配了这么一个迷你的三小架 用它加长一下拍摄距离充当自拍杆 脸就不会显得那么大了 平时放在桌面上的时候也可以调节高度和角度 非常的方便 运动相机和口袋云这两台相机都可以拍摄4K视频 日光下的画质非常的不错 但是太暗的环境就不行了 噪点特别的多 单从便携性来说呀 口袋云相机是最好用的 我呢会比较推荐它 特别是边走边拍的这种旅行视频 用它呢就省了稳定气了 如果想追求高画质的视频 使用单反或者是无反相机拍摄Vlog 当然是最佳的选择 要不是因为它太重了 我真的想什么都用它拍 我呢有两台富士XT3 其中一台啊就是专门用来拍摄视频的 画质上呢绝对比运动相机和口袋云要强很多 但是如果只是拍摄Vlog 我真的需要那么高清画质的素材吗 我呢目前使用相机拍摄呀 还有个问题 无用稳定器或者是三角架的话 相机呢也不带机身往抖 移动的画面就很难拍的稳 就更别说是那种边走边拍的画面了 即便是很小范围的移动呢 也拍不出特别平滑的效果 您呢要是有什么诀窍快来教教我 所以在画质和便携性两者之间 移动范围大的视频呢 我会更倾向于使用上面的两个小相机 但是定点的视频 如果周围有地方支撑或者是使用三角架的时候 我呢肯定更喜欢使用富士XT3带来的高画质 我呢有两套麦克风作为收声的设备 一套是我现在使用的这个罗德的无线麦克风 还有一个呢是Siren Q1 在室外拍摄的时候呢 我都是用这个迷你麦克风录制的 体积小便于携带 麦克风本身呢就这么小 它呀不需要电池供电插上就能用 这个呢就少了不少的麻烦 它呢有两个防风的外套 主要是为了减少风吹到麦克风时候那种呲啦呲啦的声音 一个呢是室内用的海绵 还有一个是室外的防风毛衣 这个减震的支架呢其实是可以拆开的 收纳起来呢特别的方便 手机啊其实也是可以用这个麦克风的 买的时候呢它有两条线 万一您用手机录制Vlog呢 这条线是手机用的 另外一条灰色的是相机用的 对于有没有必要配这么一个外置麦克风提高声音的质量 我呢给大家做了个测试 听听用和不用的区别 我刚才按下的是富士XS10这个快捷录制的按钮 所以现在呢基本上都是通过这台相机自动设置所有的参数来进行拍摄的 那么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使用了外置麦克风所收到的声音 你可以听环境的声音 然后天上的直升飞机的声音 还有我说话的声音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下面呢我们就把这个外置麦克风去掉 看看它的收声效果会和钢材笔有什么样的区别 还是同样的快捷键录制全自动的设置 那么现在呢我已经把这个外置麦克风去掉了 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和钢材笔感觉是不是有点脆 您看麦克风虽小 效果呀还是很明显的提高收声质量呢就全靠它了 对于另外这套无线麦克风呢 我就不推荐您拍我Long用了 因为鞋带起来呢特别的麻烦 体积大 而且呢它还需要四级电池 用相机拍的时候呢还好 因为它呢需要安装在热靴上 但是用运动相机或者是口袋相机的话呀 这么大的麦克风可就无处安放了 您看它这体积比我的相机都要大 视频质量不好的原因呢 有可能是因为环境光线太暗造成的 这可能会导致噪点多对不上焦等等问题 补光灯是暗光拍摄的时候啊必不可少的设备 我呢使用的是这么一个迷你的口袋灯 这不是就是我身后的这个红光正用着呢 别看它体积小亮度呢还是很够用的 如果您啊喜欢暖光的话 把色温的数值调到4500K以下 就是这样黄黄的暖光了 平时拍小产品的时候呢 我也很爱用这个口袋灯 它呢还有一个RGB的模式 可以变成各种的颜色 您看背后的这个颜色设置条 像不像咱们后期的时候 使用的那个色相滑块 这个灯拍小摆件和玩具什么的呀 特别的好用 给它配个小三角架呢 就可以随意的摆弄角度了 最关键的是它用的是内置电池 通过USB-C的数据线呢 就能给它充电 我呀现在可太喜欢这种 不需要外置电池的设备了 真的是太方便了 我甚至能用这个移动电源给它充电 这个呢在旅行当中 就可以随时的进行补光了 要么说一入坑深似海呢 您买了相机之后 有没有发现配件啊 是越来越多了 这里边呢分享一个购买心得 在买配件的时候呢 您一定要考虑 它是否能够在多个不同的设备上使用 比如您买麦克风的时候 就要看它是否能同时支持相机和手机 或者其他设备 要是都能用的话 那就太好了 多个选择 在买这种迷你三脚架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云台快装板 如果可以和三脚架 还有快拆扣 匹配 那就太好了 把自己每个设备呢 都装一个快装板 虽然看起来样子不一样 但是呢 它们都属于同一个系统 就可以实现自由的切换组合 这样呢就会很省力 要知道每次在外边拆快装板 然后换到另一个设备上 是一件既耽误时间又很烦心的事 而且呢还容易丢 所以说呀 能够有多种用途 或者呢可以与不同的设备相互匹配的配件 才是值得购买和推荐的 省钱都不是最主要的 关键呀 它可以帮您节省空间呀 旅行的时候呢 携带的东西是越少越好 在组合使用Vlog设备的时候呢 您一定要把补光灯装在顶部 这样呢才可以打出漂亮的光源 千万别把灯装在相机的下边 一不小心啊 容易拍成恐怖片 麦克风呢装在下边 尽可能的离自己近一些 注意在使用超广角镜头的时候呢 麦克风容易进入画面里边 特别是使用这种小毛毛的时候 可以微调一下麦克风的角度 避免入镜 如果把麦克风放到这个上边的话呢 有的时候会挡住镜头 所以我觉得放到下边呢 会更好一点 正好它这个三脚架的下边呢 有一个卡麦克风的这么一个冷靴槽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丽 和我一起在Vlog的路上 并肩前行拍出更好看的视频吧 欢迎关注和留言给我 每周呢我会分享一个 关于旅行摄影有关的小技巧 或者是教程 我们呀下周见